家族行事少不了我 哥 不止看现在那个 广告进行怎么样 已经拍完了 而且是找那个名模海伦当女主角 找海伦 你的表情怎么那么奇怪 她不好 她风扁不太好 我听说她 喜欢勾搭富商 现在还跟一个已婚人在一起 网路上都有在传 是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路新闻很多都是乱讲的 不要相信 我听说她的勇气去旅行 梦没有接近 需要自己找寻 迷路了也没想办法进退 这是我的方向盘向左 我想游望同样终点 让梦在演曲编织成旋律 最后编那一曲我可以 我听说 亲爱的 你看他们 有无忧无虑的样子 不挺好的 亲爱的 等你比赛完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无忧无虑的了 终身贝的方法 终身贝的方法 可以表现出百年老咖啡素 独特浓郁 也不至于过酸 但我觉得有点浓郁到 很像是另外一种风味 还是我们试试浅培怎么样 亲爱的 我跟你想法一样 那个比较像 老咖啡 老咖啡 老咖啡的老同事 叫何树 何树 你好 何树 子良 对 我见过啊 那时候还在练大学啊 现在在挪回工作了 结婚啊 哦 恭喜啊 谢谢谢谢 对 老树 你说我拜托你的事情 有消息了 是不是找到人啊 没有 这个没有人认识高瑞宏这个人啊 不过 我同事说 被拆迁的老公寓住户 当时有很多 都被安置到一个老社区去的 应该有机会 对 我们在这里 这边啊 老婆 这边 这么多户啊 你怎么找啊 我们分头找 好 我拍一下 你 好 是 先生 不好意思 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高瑞宏的人 不认识 先生 请问你一下 你认识高瑞宏先生吗 住在这里的 不认识你 不好意思 谢谢 好 爸 怎么样 怎么样 都没有消息 本来想说 以为这个老社区的地址 还应该有机会 没想到 没有一个人认识高瑞宏的 爸 你不要那么心急 我们还有前面那一群还没找 说不定等一下就找到了 好 也对 走 再找 那个 在去找之前 我找了 我可不可以先吃点东西了 我忘记了 总不能够因为为了要找人 让我儿子饿肚子吧 你应该饿了 我还好 你还好 我好像听到的是 你肚子在叫 我们先去吃饭 你不讲我倒忘了 走 先吃饭 你这么饿啊 好饿 小菜来咯 对 老板 来 慢用 慢用 对 老板 你们这身衣不错 你们应该认识很多人 是啊 这附近的邻居都很红草 老板 我请问你一下 我听说你们这附近 有很多都是老舅都拆了之后 搬过来的 我就是啊 哦 那老板你认识一个叫做高瑞红的啊 你们看起来都是有工作的正常人啊 为什么要找这个家伙 所以老板你认识高瑞红啊 我是他爸爸的朋友啦 他有爸爸 你怎么这样讲 我亲人都没见过啊 不会是骗人了吧 是这样的 他们家呢有一点状况 所以他们很久没见 然后他爸爸就委托我们两个 来找他儿子 你应该跟他老爸架 别找啦 真是 为什么这么说 那小子就是一个混蛋啊 那些笑容占据我的回忆有多甜 怀想失踪不经意的微微笑 我的心 不好意思 谢谢 你的回应总让我能开心一阵天 离开你身边无法忘记你的香味 总是想了太多却不听错过 我收够了 这次不放手 I love you Baby 听我说 快点 找到了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他们怎么了 太好喝了吧 我们找到冠军之路了吗 有客人 不 不只是冠军 这杯咖啡诞生 就是我们两个可以永远在一起的证明 这一次一定要去 你还在这里找到了 你好棒 等一下 数据 粉 然后水量 他们吃得也太不干净了 他们吃得也太不干净了 糟天浅 欢迎光临 我叔叔 子良 怎么样 有找到吗 人是没找到 不过有打听到那高蕊红的消息 我们碰到他以前的邻居 那他说那个高蕊红是一个 是个什么 是个骗子 骗子 读高中的时候 整天到处惹事生非 不是翘课就是打架 不是骗就是偷 当初有建商要督根我们这个老公寓 结果高蕊红的家伙 他就说 他可以私底下去找建商 要求更多的补偿 大家想 高蕊红这种人 建商应该不敢得罪他吧 所以大家都牵制了 结果 他钱要到了 人也跑了 那他骗了多少 一百多万啊 所以我们大家就告到法院 应该已经被通缉了 他妈妈气得中风 现在变植物人啊 你们看到的这六款是我们从很多很多的选项当中挑选出来的 希望你们可以适合看看 没错 我们已经找到心目中的风味 但我们是个团队 不能我们说的算 还是要看看大家喝过的想法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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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到达神的境界了 快 闪 闪 大脚哥 路友姐 这是你们一定可以结婚的 这杯实在太 Paste 好喝了 我的选择跟他们一样 这一杯先来 太好了 這一杯咖啡 帶有一點土壤的香味 韻味很特別 還有烏龍茶 跟一點檸檬紅茶的香氣 重要的是甜度很高 我得說這一杯咖啡 非常了不起 委託 能聽到妳的讚美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榮幸 謝謝 我實話實說 這一杯咖啡真的很棒 對啊 一入喉 檸檬紅茶跟烏龍茶的瑋瑜 就沖出來了 為什麼會有茶香呢 是因為百年蘇爺爺 生長的這片土地 它的前身就是茶園 原來如此 太不可思議了吧 蘇爺爺的第一袋咖啡豆 味道很細緻 到中輩的時候 就能感受到 跟紅茶一樣的苦澀口感 而前輩更能夠發揮 這款豆子的特色 但我又有更輕的貝肚 發現貝肚在七十或八十的時候 味道最順口 剛剛Vito說 它有土壤味 是因為這片土壤 有沉積百年的有機物質 所以才會散發出這種香氣 親愛的 這就是我們期待的 百年風華 這咖啡實在太好喝了 就好像在沙漠裡 迷失的時候 找到一片綠洲 我要叫它綠洲咖啡 不 要叫它森林咖啡 Forester咖啡 你們說的都不對 應該要叫它 結婚咖啡 因為它造就了一堆嫁藝 藝 藝什麼藝 在亂取什麼名字 這杯咖啡 是子監他研究出來的 名字當然由他取 關你們什麼事 不用取名 這杯咖啡 是由大家一起努力 複育出來的產品 就叫 DWL咖啡 摩托的